老师的这个引导 他有时候他并不教你很多 但是他就在某一个地方 他告诉你这样不行 你去自己领悟了 就立刻就懂很多道理 通过努力自学 给自己找到最好的机会 遇到最好的老师 要少走很多 少走很多玩意 你能够接触的世界越大 你的生命就越广播 一个人呢 一辈子都需要自学 人生在世很多 知识很多技能 很多学问都要靠自己的 你如果真正今天 要了解世界 要具有真正的人文精神的话 那么你就不能够 仅仅就现于中国 更不能够嘴里讲文化自信 其实就是文化自闭 文化自大 文化自义自乐 文化自信的前提 就是尊重人家的文化自信 这才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我们传播学里面 社会学里面 就是说人是社会的人 我们要从社会关系 来反观自己 这个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跳出自己 看自己 跳到哪里去呢 跳到书海里去 跳到世界 来看 在整个过程当中 也许这对他们的人生 是最坏的时候 但是呢 他们从中活出了精彩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能力 就是到今天 信息爆炸时代 我们这个弥足珍贵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什么 自学能力 我们很多人都在讲 XGPT来了 我们怎么办 我们以什么去应对它 我想有一些人 他是根本就不慌的 那么其中就包括两位老师 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是自信 忘了也没有用 不不不不不 思想 判断力从哪里来 我觉得它可以超越 XGPT的 两位老师刚才讲 过去都非常艰难 但是其实也很幸运 就是都碰到了 很好的老师 像这个格老师 谭吉祥老师 是吧 然后呢 陆老师是朱东润老师 这两位老师都是大家 然后呢 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呢 有那么关键的时候 一月考上了研究生 然后成为大家的学生 是吧 那么如何看待 就是说自己自学 和大家指导 这两种的关系 我们现在的人 读书人 要读书的话 自学可以吗 还是需要 像两位老师 这样的资深教授 来指导 我觉得一方面的一个人呢 一辈子都需要自学 因为导师都是某一方面 他不可能什么都教你的 而人生在世呢 很多知识 很多技能 很多学问 都要靠自己的 特别现在 这个社会 AI出来了 那么你如果一点 这个知识都没有 基本的名字 你都不懂 像这种 你不可能每次找老师 都要靠自己的 我这几年一直跟人讲 我们一个人 基本的数字 三个方面 第一是尝试 第二是逻辑 是推理 逻辑思维能力 第三是家的观念 第一尝试 我们一无子教育 或者一到高中 到本科 那么这个教会 你基本尝试够了 这就是尝试 但是呢 现在这个社会 你比如说 我经济过某一方面 或者我今天出现的什么事 就有这一方面的尝试 这方面尝试 不可能在学校里教会你的 比如刚才 我们讲的AI 假如我要讨论 那么你如果讨论 AI的问题 你连AI的尝试都没有 那么这种尝试 靠哪里来 这个就要自学了 对吧 我们就不要讲其他 就靠媒体好了 一会讲的是什么 量子 一会什么 心质还叫什么西 还有什么东西 对吧 今后这些知识 你必须要自学的 但是专业 专门的东西 那老实讲 一定要离不开 导师好的老师 自学是不得已的 没有办法 有的人夸耀 我是自学成才的 自学成才的人 往往有一个缺点 就知识不够系统化 有很多缺陷 所以自学不是 这都自己夸耀的 自学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比如我当时想学 我到哪里去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 我一方面当然对我来讲 最主要的是 谭先生 但是我回忆 我从小到大 我很有幸碰到了 不少好的老师 他们给我的指引 给我的帮助 超出了 其他一般的人 比如我从小很喜欢历史 所以到了高中的时候 我们的历史教师这样讲 你呢 我这个课是用不到听的 这些内容你早就知道了 你需要做 看什么历史书 我跟你再见 我上课呢 你可以甚至 你可以不要去做自己的事 你可以做作业 可以被外文做其他 只要你不说话就行了 当然从专业角度 我们都要指望 要找到一个好的导师 没有一流导师指导 不可能 我比如说 我假如选择历史地理专业 如果我不是找了谭先生 找了其他老师 那很坦率地找 他不到今天这样的身边 葛老师说的话 我特别赞成 遇到一个好老师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真的是 非常感念自己的老师 多少年过去了 先生也走了很多年了 非常非常的感念 为什么呢 老师的这个引导 他有时候 他并不教你很多 但是他就在某一个地方 他告诉你这样不行 你应该怎么去做 他觉得简单的 就这么一说 你去自己领悟了 就立刻就懂很多道理 也懂很多道理 所以呢 我也就是要坦诚地跟大家说 就是说 你要想办法考个好学校 这好老师 大多数还是在好学校里 你要好好的学 然后又考上好的学校 然后呢 这个能够遇上好的老师 对你作用很大 那么当然了 不是说就是一定要 如果没有呢 没有要自己想办法 没有老师当面教你 当然是一个缺陷 但是不对务的话 你可以在书里面找很多老师 这个就方便多了 你到月月书店来 就很多老师 很多老师 对吧 你就可以找很多 读很多优秀的东西 我想也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自己 还是要努力自学 第二个呢 你通过努力自学 给自己找到最好的机会 遇到最好的老师 哎呦 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玩意 就随着把你 而且这个老师呢 最好你不仅了解他的学说 还要想办法了解 了解他的这个人格 我们这两位老师 不仅是学问 在人格上都是开模 都是我们的榜样 对吧 对吧 比如我的老师谭先生 他经常是鼓励你们来批评他 而且你如果批评他 他认为你是对的 不仅自己知道 还要他叫你写成文章 还要他自己去公开 那有的老师呢 你稍微跟他不一样点 马上不行了 两位老师 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 中国学者啊 格老师是中国历史地理专家 然后呢 洛老师是中国古代文学 那么他们非常的Chinese 非常的中国啊 无论是人还是学问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如果仔细地了解 这位两位学者的研究的话 会发现他们也非常国际化 格老师这个80年代 41岁的时候 到哈佛去访学 见了一个何炳蒂先生 何炳蒂先生说 你这个要治中国史的话 你要治外国史 你需要帮助的话 我愿意帮助你 这是葛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的 那么格老师当时41岁了 他说他没有机会 再从外国史开始 但是呢 在他以后的学问当中 他都有意地展现出 这个国际的比较眼光 所以他的学问 视野非常的开阔 那么洛老师呢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但是他的这个著作 被翻译成多国语言 日文和韩文 同时呢 两位老师都做过很多的翻译 比如说格老师 叫何炳蒂先生的 明清的一本书 对中国人口的翻译成中文 非常的艰深 工作量非常大 这两位老师 都是国际学术的传播者 那么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说两位老师 怎么来看待 读中国书和读外国书的 这个关系 我其实是很简薄的 外语就比较满厚的学了日语 英文到现在也不能看 所以实际上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从自己的这个浅薄的经验来说的话 就是说你能够接触的世界越大 你的生命就越广阔 那么我小时候就看很多翻译小说 如果拿我的那个时候的年龄 所看过的小说的数量 我可以说大概是很少有人跟我比的 我大概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我看过一两百种的翻译小说 是超过一个本科中文系的本科的学生的量 也超过我中学语文老师的量 那么当然这就是翻译小说 但是它也是一个各种不同的国家 各种不同的生活 各种不同的文明 那么就是我们的生命 就会因为阅读而变得更丰富 但是它当然谈不上自学了 我的条件很长 那个时候多了初衷一年半就下乡了 那个时候就想尽办法 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能够获得一点知识 就是心里就特别的愉快 所以你讲到这个 读中国书和外国书的问题 我就想简单地讲 就是说你能够理解的世界越大 你的生命就越大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是不大喜欢讲理论的 我讲实际 那么我们的书 我前面讲了两个方面 一个是我知道 那就具体的知识 技术就说 那么这些呢 我认为没有中外之分 谁最先进的 谁最学问最高的 那么你当然应该看他的书 那么第二个呢 是精神阵面上的 反映家的观念啊 反映意识形态啊 反映信仰啊 还有呢 人类的 比如有些成文艺的作品啊 说发感情的啊 那么这些呢 就是你可以自由的选择 没有什么 比如说 讲这个 家族观念的 这个不可能 大家人类 有谁 懂业的标准的 啊 那么这个呢 到这些精神部分呢 也没有先进了后自分的 但是有一点 你如果真正今天 要了解世界 要具有真正的人文精神的话 那么你就不能够 紧紧就现于中国 更不能够 嘴里讲文化自信 其实就是文化自闭 文化自大 文化自义自乐 对吧 我文化自信的前提 就是尊重人家的文化自信 这才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我们现在 都不能以国际借口 要国际化 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 这个我觉得 需要借就借 不需要借 完全可以不要借 你说对不对 我们读书 通常是读大量的知识 是吧 那么时段能力 judgment 以及这个才华 这些能力从哪里来呢 尤其是判断力 我看到了很多人 历史上也有很多人 就是学问很深 但是判断力极差 是吧 以至于在这个历史的 十字路口 做出了非常糟糕的 这个决定 那么我想问一下 两位老师 就是这种哲学观啊 洞见啊 高度 他是从读书当中来吗 不懂的东西很多 一直要记住 自己不懂的地方 然后对这些东西 不懂的东西去求证他 然后一直有很多 很多的怀疑 以至于就是说 你在读别人的时候 的时候 你也会怀疑 为什么会怀疑呢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 不同的观点 以甲方的观点 否定了乙方的观点 乙方的观点 否定了甲方的观点 在这个相互否定 之中存在什么 我们自己的疑惑 在哪里 不要放弃你的疑惑 不断地 对你的疑惑 进行追问 那么他会培养出 首先他会培养出 一种逻辑能力 培养出一种分析能力 培养出逻辑能力 这个分析能力之后 你就会有比较多的 这个归纳 总结 印证 这样的话 思想就会变得明快 那么有一天呢 就是他会达到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就是说 你读到这种荒诞的 奇怪的这种艺人的时候 你一眼就可以看出 它里面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读书 就是也是老祖宗说过的 很简单的话 就是这个学而不学 那是不行的 师而不学也是不行的 就学的过程里面 一定要思考 而思考的最根本的思考 就是疑问 学而不思则往 师而不学则待 那么格老师呢 曾经在一次非常高端的 智库大会上 对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如何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了非常具有逻辑性的 和尖锐的一个思辨 我非常佩服 就是像我想 确实就像陆老师讲的一样 就是说这种思辨能力 这种勇气 都自从哪里而来 比如说您是学历史的 历史是事实 却有这么强烈的 这个思辨能力 那您也可以 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一定说这样呢 我是经过大量的世界 而不是先有理论 或者先有概念 我到现在 我最不喜欢看纯理论的书 你们看我 出的几十本书里边 我也最不喜欢 讲大量的理论 或者特别不想 赢哪一个人的话 除非我是赢史料 这确实是尊重 我如果说里面 有什么观点 什么理论 这也是我自己 在这一项行政理论 但是不等于说 我不重视理论 或者不重视这些 抽象的思维 我认为呢 除非它是专门 去研究这些的 或者研究哲学啊 研究逻辑 输理 输理逻辑 其他的人呢 一般更主要是 通过大量的 阅读或大量的 实践中间 慢慢慢慢 自己体会 感悟出来 而不是从 专程理论的角度 先有了框架理论 然后自己再去做 因为这是他们 专门哲学家的事 不是我们这些人的事 但是呢 有一点 就是你大量的阅读 或者是大量的 做具体的研究 你慢慢一定要 再感悟出来 哪些提升出来 哪些是根本的 哪些意义贯支的 那就是实际上 是在这个实际 读输 也到中间 把各种碎片 或者什么 在规呢 不可能完全都 成为整体 那么你也至少 把它构成 几个主要的问题 那么这样来 慢慢地提高 对吧 我认为读输 最愉快的事情呢 莫过于自己 通过这样以后 突然之间发现 我的这样的观点 或者我最愉快的 归纳 居然跟某一个 思想家 或者某一个 大学问家 特别某一个 哲学家的 暗和 这是最愉快的 对 对吧 这个也就是说 那个 王国伟讲的 三个境界 然后到最后个境界了 对 众里行踏千百度 对吧 莫然回首 那现在 灯火蓝山处 对 那这个是 这个最好 但是没有前面 这个一带见宽 终不回 那么就不会 有后面的 第三个境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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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